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是不是在录影中了 OK 我们开始了 我们今次的一个 隔了很久之后 疫症之后的本身放宽了 又突然间就收紧了 所以之间就终于搞了一次 现场的分享会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 就看过我们的online的分享会 之前有隔过很多其他的专家 都是有讲讲一下个事 还有我们都会讲我们的系统如何操作去运用 那我呢 讲一讲 有些朋友没看过 我是天会财经的客户经理 我们叫我帕奇尤德 现在online就有个小名号 就叫做股票分析大约 这个名字也是同时帮我去想的 我有很多直播 因为我们天会直播 是做了好一两个月的了 那你如果有同星期四有看过 现在你上我们youtube都有的 每个星期四都有个直播 一收了市就立刻讲我的大约 那大家稍后会不会做一些即市的直播 那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给个like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 今次就讲棋子 那当中都会讲 个系统里面有选股 也都有一些指标 也都是今次很有荣幸 想到今次和ex军团夹到就去做今次的一个分享会 那当然他们自己是有亦都是Politica的用户 也都很多炒旗子的新方法 有他们自己的方法 那基本上呢 两样东西加在一起呢 其实成定到整个炒旗子的气氛是更加良好的 或者我不要说 喂 赢了 这些没有的 起码你会觉得自己是有一套工具 加上方法上怎样去运用 那就令成一个 就是希望大家在那个 就是今天做到一个被动收入 这一样的问题 那我呢 简单介绍一下 看到今天呢 有一位将军 亦都是一位女长 那就是都是 我们见到Evitt 你好 何先生 你好 那就是营允总监 整个军团里面 那另外呢 就是另外女长 白女长 就是Kenny Kenny 那叫她 就是 我最先认识Kenny先的 Kenny之后 然后就 他又转转去到这个军团里面 那就再和今次有今次的聚会了 这个聚会呢 我们都会录影的 会放在我们那个 就是那个YouTube那里 那大家可以重溫回 今晚的一些 内容的 好不好 好了 那事不宜迟了 我们今天整体的流程呢 会是由小弟讲先的 那小弟讲完之后呢 就会交给 Lex军团的两位 一个将军 一个女长呢 跟大家去讲讲旗子 的一些运用方法 他自己都会在一个系统里呢 我们的系统里呢 去说一说一些用法的 那然后呢 最后那部分呢 就会由我呢 讲讲最后的盘路了 我们很着重说看盘看盘 那是不是只是AB盘那些呢 就是大利斯基排队的AB盘呢 不是的 是不是只是看那些 牛熊镇的街货就够了呢 这些都不是全部的方法来的 有些生硬少许的看法呢 可以share给大家 那整体呢 去到最后的部分 当然是 告诉大家 究竟 怎样可以 有兴趣的 可以跟 Lex军团的 女长啦 张军啦 怎样可以加入他们的 就是 女团呢 亦都可以看看 怎样去申请我们的service OK 那两件事而已 那大家 事后再去探讨一下吧 聊聊天 好吗 那我们就开始了 事不宜迟啦 已经呢 一段时间啦 好了 那这个呢 就比较特别的 我呢 第一次见一下 那不免用电话啦 不免拍照啦 亦都不免录影的 那但是 都不需要录影啦 亦都不需要拍照啦 因为是 我们本身录了 就放在YouTube的 对不对 好了 那 一定要讲的 免责声明啦 记住待会儿讲的一些 内容啊 期资什么也好 股票的什么价位也好 都是 一个 就是 示范 我们 你们都要经过一些专业的判断啦 才好呢 做买卖啦 千万不要当作投资建议啦 简单点要讲一句 好了 讲完这些呢 多余的东西 进入一点点正题啦 Megahub呢 要讲一讲是什么东西啦 要不然呢 你们完全不知道呢 就进来 喂 是什么公司来的呢 对不对 那我们其实呢 是一间实时数据供应商来的 基本上我们的 资料呢 是直接向港交所拿的 不是买回来的 我们直接有之期呢 是插在港交所的伺服器上的 简单点 拼了一条线 给它们直接线的 那所以这些资料 基本上是短暂的啦 都不用问 是不是会不会延期啊 丑其次 D-trade行不行啊 不怕的 OK 好了 那就要 大家讲一讲 一点点前撤的 会不会 我的声音会不会好 罩住了 OK吗 OK 因为手长 不知道大家的声音 入不入咪 好了 OK继续了 好了 通常呢 我们每一次 很多人都很喜欢 看news的 OK 有迎起迎景 这个就搞笑一点 箭嘴尾都放在这里的 放在这里的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位置呢 出迎起呢 但其实之前升了很多 OK 问题就是这样的 每次都是 有什么任何消息 有什么都好 一些特别的好消息呢 通常出完之后呢 幸好的 它就再升多一点点 然后它就回了 通常都是这样 这个是最比较差劲一点呢 它就升了 都没什么怎么升 一出完之后就已经跌了 这些迎起迎景都是这样的 这些是突发性的股灾 你看到通常出完股灾 已经裂口低开的 通常都走不远的 但是你看到事前呢 其实股价已经由16元 开始回落的 就应该也是的了 那你跟消息去沽货 也是走不远的 一定是起码你 你竖着20%座底 你看到这些出业职 它又不是输钱的 它是比预期赚少了 都已经导致它整个 股价裂口低开的 所以有些人喜欢炒股票 炒业职的那些 就要小心了 通常会有这些情况 所以总段如言 跟大家谈谈 消息是很难去捉摸的 有时中有时又不中 它是很滞后的 这里有幅图的 一个构想图 你说是否真是这样发生呢 这也是一个构想来的 当你出消息 有记者印刷 现在其实都不印刷了 也有很多电子的消息 但是他们都要有人写的 对不对 要有人写 写之前哪些人会知道呢 家里所会知道 监管机构会知道 甚至一些好的消息 不好的消息也好 本身应该是有一帮内部的 核数师也好 律师也好等等 甚至去到高层老板 其实事前有一帮人一定 就是大减一些假设 是会早知先过你的 哪怕是早最近期的 压力突然之间没有得上市 对不对 你觉得会不会是大家10月5号才知道 即是当日才知道 那不是的 当然有些情况例外的 所以根据这个问题 就令到大家就是 为什么常常好像跟不上市 并且跟着的消息就是很慢的 那个反应 所以就有几件事 这些呢 就是我们要 就是希望为大家解决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看方向看升跌 二栋股 站棋子都会包括的 当然 二栋股 什么时候是一些 入市的讯号 有入市就有出市 那稍后都会讲完 怎么去定自己的目标价 指示位 或者是一些支持阻力位 那这些呢不是就这样看图或条线那些的 就是我们啊 我们是会用一些叫做盘路的工具 去告诉大家 哪个位置 哪个价格 是最多钱 已经是存在的 那个价格是不能穿的 那如果那个价格 一穿呢 那通常那只股票呢 很大机会就会大跌了 9988就已经是看到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那所以 这些呢 所有东西是有些数据呢 是可以捉得到它出来的 那当然就 就是不要说 不是先知 也都不可以说预测到市怎么走 那这个当然 留回将军去否释了 我就不是否释大市的 我是技术分析的 是的 否释大市搞不定 我就 好了 那我们继续了 那先讲第一部分呢 选股先 其实选股呢 很多人都误会了 我们的选股是不是坊间免费那些呢 有很多个免费你随便打开 Google你打了选股 有一堆软件 不需要钱 那不同的 我们的选股呢 为什么要付钱呢 因为我们是real time去run的 你可以同一时间呢 你有十条策略 十条策略是同一时间 在我们的伺服器里面 不是你的电路 在我们的伺服器里面 帮你run 那你run的时间呢 你以前那些 或者坊间那些 不需要钱的那些呢 它就只是 你按一个键呢 它就帮你screen的 对不对 你还要每次 它就不可以帮你储存了 因为你一出了个apps 或者出了个网站 它就没有了 因为你的选股记录 那这个呢 它会帮你储存real time 去实时帮你去监察住的 总之 你见到 在图上 有这些 一个个 好像这个这样的 问号 箭嘴又后加上去 你见到这些问号 全部都是它中了 那只股票的时间来的 就是那支阴阳祝 或者那一天中了 好了 问题就是 这里呢 你见到它每次 一路上升它就出 一跌它就不出 为什么这么有趣呢 其实我们用了一些 你当是反传统的想法 这里可能和有些朋友说 不是的 我第一天进来学 就是炒东西 第一天就说 RSI 升穿70 就要沽货 对不对 因为超买 超买会怎么样 爆的 股票会 买卖得太轻热了 但是这个例子 就是想说 反过来 你不要升穿70 我们可以在一个系统上 升穿80 甚至90 那你会找到一些 是一些很强的股票 你想想 很少股票能够升到上去 80、90 如果大家看 RSI 这么简单的指标 但是你用坊间外面的 那些机器 它就不能让你 设到这么细细的 可能很简单是升穿70 就不能设为80、90 这些这样的参数 我们的机器设到的 所以你会找到 这些这样的形态 就是它每次升穿80 70就是黑色这条线 对不对 但你一升穿80 它那个力就会更加强 通常那些美市 或者能特别强势的股票 很多时候都是升穿80 升势是更加急更加快的 当然这个比较 extreme 例子是它是狂升 这里整个升了6倍 到它跌那时候 完全一粒色楼都没有 一粒色楼都没有 那怎么办 是不是不用炒 不是的 你还有很多其他股票 它会跟着帮你 一直盯着去找的 这里只是其中一只 那它再升穿80 那时候再出 整个系统就是这样 去concept的运作 就是令到大家 是不会 或者是多了很多 一些是你移动的股票 我不要说上升等等 移动的股票 那什么叫移动呢 你可以是捞底 可以是一些追强势股 可以是捉转势的 这些全部都是叫移动股 但是怎么找呢 你就是用这个系统里面 去帮你实时view time 去盯着股票 盯着整个股票 这个就是个concept 好了 那这里有些例子的 这个就是个版面 你看到譬如 有两部分要入的 股票筛选 因为呢 你不筛走一些 就是简单一些 可能是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炒世价股 如果不炒世价股 那你就对了 你就先筛走一些世价股 比如 那个又要有赚钱的 就是盈利变动 对比前一年 你不要先赚少了百分比 起码你平手 或者是赚多一点的 那这个呢 就是其中一个condition 那你全部等等 摆下去 这个股票筛选 它就会帮你 筛了一些 你就会是 有市值大的 成交量充足的 你看到这里有1000万的成交 亦都是每年有凌厘不断 至少是正数的 这些最简单的condition 先筛了 然后其实只有179只 那这179只 你不需要每天 每天都不停按 这179只不用的 它就会在下面 帮你用一个触法条件 有几种的 你这些平均线的 是最简单的 什么10天穿20天 20天穿30天 那些你自己设 可以的 那有些独特些 是可以设定 平均线持续上升的 这些很多condition 可以玩的 还有呢 是可以价格 只要看Price 升穿MA线都可以 这些等等 然后呢 它就会在这里 帮你去找那些股票 总之它一中了呢 它就会在那只股票 摆定个symbol 那你就知道 比如这只 刚刚是月海 1579 当时114元 你可以按一下 这个有些旧 9月份cap 现在应该再 都再升了一轮 有多少升到 不知85元 还是134元 所以见到 这些股票呢 就会这样做出来了 就是用这些条件 OK 那还有一些很简单的 譬如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信义光能968 你看到之前 是5月份已经中了 那它中了 就会摆定个symbol 告诉你 那现在最近再出 好了 那这里呢 有少少 例子 还要讲的 还有一些 就是捉世界股 一旦有人 喜欢捉世界股的 或者捉一些 他只是看钱 看成交量 突然之间 那些钱多了 成交量 那个价格突然之间 比如这些 比之前多1.5倍的 价格又升穿前高位的 等等 成交量要持续上升 两入 这些比较短线的时间 你看到 三日 两日 就会去捉一些 这些股票 你看到整个成交量 是很平时不移动的 突然之间 有一堆成交一爆上来 多个1.5倍 或者以上 你自己可以设定 两倍三倍 就会在这里 帮你找到这些股票出来 对不对 那之后 你之后 怎样吃糊 怎样做 就有很多机会 起码at least 你又会有个系统 帮你去找到这些股票出来 就会是这样去操作的 ok 那就 直接拿一个例子 给你看一下 好 这里 选股 好 这里 程式选股 我开开 有些简单 刚才我们设计的条件 比如 这个 这个 刚才我们在 PowerPoint上展示出来 升川绿影 升川绿影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指标 什么绿影 红影 我们自己的 平均线升川五十 二十天 持续上升三天 这样 你看看 这里 稍后才会讲的 这里有一条list 就是中了那些股票 然后你选择策略名 那你出了些什么 奥博 阿信 廉财 神舟 上海医学 那你就在这里慢慢选择 它会有小日子 现在只说16号到今天 就只是这四个 你可以再按远一点 比如 刚刚十一月 二号 还有没有股票 底下还有的 还有的 美东汽车 龙园电力 中银香港 油柱银行 这些等等 那你就按一按 《福堂黄亚黄楼》 它就按一只美东汽车 这个是小试图 我先按一个日线 日线 策略 那你就会看到 深深的位置 就是出色楼的位置 一个两个 三个 或者再出 这样 那你会看到 这些股票 很多时候都是 一路上升 那譬如 还有 二三八八 这些 你看到最早是这些位置出的 早几天 刚刚十一月 是吧 21元 22元 那这些很难 你自己肉眼 去按股票 是逐个逐个股票去按的 你一定要靠一个系统 帮你在股票池里 去帮你塞它出来的 那你很简单 你按个策略海南 这里就会有的了 它每日都会自动出的 不需要你按个按键 Run 它才会自己移动的 就是这么简单 你 你见到我这里 totally set了好多条策略 在这里 那我不逐条数了 这些我们训练会 会再教的 是吧 那刚刚这些 Dtrade策略 你见到譬如短线的 成交量多一倍 价格升穿前高位 这些 那你就可以按一下策略 又会见到有的了 那你就逐个逐个策略 譬如有些 嗯 先按一下 我都不知道哪一只 可以的 我随便按一下 这只 400 400 这些全部是黑色星星的 看到吗 那你很简单 你按一下成交量出来 按个成交量出来 那你就会明白了 成交量 是吧 突然之间 有一堆成交走出来 是吧 那这些便容易 去帮你去捕捉到 一些这样的移动股 很多方法的 但是详细呢 这里不会 太难花太多时间 总之大家知道 有个这样的工具 Training我们会再深入些 去讲解 对不对 那你简单用了两个例子 一个用平均线 一个就用个成交量 和那个价格 的移动 去找它出来 好了 那呢 有两部分要留意的 那我们刚才用了很久呢 就是说策略海南 就是左手边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就是 它收了市 或者它完成了 那个阴阳烛 它就会告诉你 这些叫 confirmed record 就是confirmed signal 有一些呢 是正中的 就是说那些日线图资巴 还在这儿坐着的 但在开市呢 你看到它 好像这些时间呢 譬如9月29日 有些有些 有些少少旧 你见到 什么洛阳 就是3993这些呢 1点13分就出了 总之它那一刻 已经是初步形成了 它就已经第一时间 告诉你 那这个也是 为什么我们说 为什么还要付钱 这个选顾系统呢 坊间都有免费 就是两码子的事来的 我们全部用伺服器 帮你转住 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呢 就是我们的用户很喜欢用的 因为你即时立刻知道 你不用下下的去到收市才知道 因为股票你收好市才知道 可能升了十几百分之 你第二天 你又在想究竟买还是不买好 那这里即时可以立刻 你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策略名呢 它都会立刻告诉你 这个就叫初步形成 开市的就会跟你说的 那这个就是第一部分 程式选股了 OK 那说完选股呢 那可能有些朋友 为我 不是那么厉害去分析的 我有没有一些 简单一点的方法呢 都有的 直接用我们的新指标 这个新指标呢 叫做导演力量 那其实原则上 你见到很简单 刚才就是我们的绿色导演 你是不是见到那些阴阳烛 旁边呢 下面不是常常有绿色 红色影的那些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指标 来的 其实说摄穿料呢 平均线来的 但是大家用的平均线呢 很多时候都 有些人喜欢用十天 有些人喜欢用三十天 五十天一百天线的 那你永远呢 是没有一个准则的 有时候你好像那只股票 或者有时间有时候 用二十天和十天好像很准 但是有时候又不准 因为有很多信号 很多龙的 你发现十天和二十天线的那些呢 很多时候都喜欢 穿穿插插插 或者甚至MAC那些那些都是 很多那些突然捆好 然后升几日 又变回离填 或者又做死亡靠差 那这些等等呢 全部都是我们见到 就是传统指标的龙的 但这个呢 它可以做到就是说 它帮你smooth了 它帮你将那些 就是所有那些传统指标的一些 我们叫 很多的信号 避开了的 你简单来说 就是避开了一些叫错的色录 或者叫多余的色录 你可以加上这个导演力量 去帮你做到一个 就是很double confirm 如果它一直都是绿色导演 好像左手边这个 就看它一直都是上升 你刚才看到那只美东汽车 基本上是长期都是绿色的 就是那只1268 是不是1268 美东 是这样的 这个是日线台的 是很舒服的 你可以基本上 由它转了一点弱势 再转回绿色 11元已经可以 搞这只股票了 你看到可以做到这样 是一直持续都是绿色 绿色绿色绿色 是没有转过红色的 就是做到这样的效果 你看到那些传统指标 很难做到这件事 这件事做不到的 好了 继续过了 红色的自然就是看下跌 是不是 好了 还有一些就是它转小了 就是绿转红 红转绿 这些大把例子 可以跟大家讲的 好了 那就譬如我再显示一下 PowerPoint 好 这里 好了 这些就是我讲的 传统指标的Noise 你见到它明明下面 那些MACD线 做了很多次 金叉的 蓝色线升 穿信号线 就是金叉的 但是它都是 升不得多的 但是我们的导音 其实完全都是告诉你 它是红色导音 就一直都是处于 弱势的股票 对不对 那你直接它转绿色 直接它转绿色 可能再加上 原来那个MACD 都做了一个金叉 再加上它又转绿色 那这个就是 一个double confirm 的信号 就是帮你去避开了 本身明明这四次 都可以避开 不用走去斗这只 直接它转小才做 这样的意思 这个就是港交所 又是一样 又是那些MACD 很多次的 但是你基本上 导音力量一注 就可以捉到它那个 转绿色的 那这些比较 新一点的指标呢 是只能够是 就是这样 透到这样的途径 才能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呢 打开那些书呢 是不会有人教你 什么叫导音力量的 对不对 那还有些股票 譬如我按一个 按一按先 譬如阿里巴巴 这个是小词图 我按一个 日线图先 好了 就是这些股票呢 你是不是很清晰 看到它在这里呢 196元 开始转绿色 一路上一路上 直到现在 现在转了红色就 转了小的了 就这么简单 譬如你有很多股票 譬如1211 比亚迪 譬如还有些 1579 刚才我说的那只 最高上到是120元 现在就转了红色 那不是很清晰 一个浪 吃光了 为什么要吹得这么辛苦呢 其实明明可以一两柱 可以吃到 吃到整个星火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就是导音力量的溶化 教你分辨 升跌浪的 OK 你可以放在小时图上用 因为小时图就再敏感度高一点 日线图通常就长时间一点 对不对 那这些可以继续去 去分享一下 那另外一个呢 就叫转仓水平 讲完这些指标呢 我们就到 军团的 我们的伙伴呢 去和大家去分享 所以我们忍耐一下 指标 OK 这个就叫转仓水平 其实转仓水平 都是我们一个自己的 就是找了一个专家 然后他就分享给我们的 这个转仓水平指标呢 很简单的 它就配合一些中短线的策略的 就是比如你玩黄症啊 你玩Option啊 你玩短炒那些呢 不是day trade 讲的是一个星期啊 两个星期啊 那种的一个方向性呢 你见到它呢 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为什么呢 它升穿了这个黄色衣的水平呢 就是看它那个月呢 开始就是走升的了 如果它一直在水平里面呢 这些位置呢 就是它横行 横行 那这个指标怎么走出来呢 其实它只是用一个期指 就是结算那一天呢 第二天它就已经出现了 就是基本上你月头呢 就已经知道那只股票 或者那个期货 那个月究竟那转仓是走哪里 我们常常说横行 就是告诉你 就横行 就是横行 它一天没走出这个队 其实都是有个横行的机会在 它一走出了呢 你就可以用一个部署了 最好呢 你pro refined 你见到这个效果 它跌了下去 那就一直向下走 但是他升上去呢 它一样会回到这个水平 做一个阻力 因为它已经是假了下去了 已经走了一个弱势较多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月头就已经看到了 所以大家基本上每次一按这个指标 很多股票月头就已经大概知道 它在那边水边 如果它走升的 就是升穿的水平 那你就可以开始看升 走跌就开始看跌 很多例子 这个就是比亚迪 你看到我都是放下小时图去用的 为什么放下小时图呢 因为它配合我们的指标 导演力量是看得会很舒服的 你很清晰 你看到它升穿在这里 是做了两次三次的回吐位 都是站在转仓水平的顶线 这个是顶线 这个是底线 那你见到真的不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效 就是捉到那个回吐位 那再开车 你们如果喜欢玩选择 玩牛红症那些收回价那些 常常都不知道 怕被人打靶的那些 你基本上 你做回在这个水平以下 就最稳定 就够稳定 因为你整个支标位就在这 它跌穿了的话 那你都要 也不用被人打靶 你打靶前已经先闪了 闪了先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有些例子 这个最漂亮的 小似图 是近这六个月的 六到十一月 你看到六月 七月 九月和十月 全部都是一升穿了水平之后 就是箭嘴绿色的那些位 基本上就是开车上 它就算跌下来也好 这里又可以捉多一次的 挺好玩的 是挺明显看到它的效用的 这里就明显跌穿了 就是看跌 这个是十一月的 十一月那怎么办呢 你看到有红色是绿色的 对不对 因为它先跌穿了 那就看跌了 接着方向性看跌 但它一进去就立刻要避了 避了先 可能是横行的 横行会输 输时间值 你玩option那些就输了 原来它打上去 那你才再有个方向性 或者有个看法 在这里可以帮到 开始冲上去 那就可以看上去 如果你这里逐个月 你这里简简单单 每个月 刚好这六个月都这么漂亮 基本上是赢的赔率很高的 赢是这里基本上 每次执600点以上的赢 月头而已 只有这个月是输的 那当然有输的 没有可能100%赢 我们很公道的 有赢就有不中的 拉开一个平均 究竟赢是赢多少 跌是跌多少 原来赢是这么高的 那你不怕跌的 这个是指标给你们的功效 这个就是转仓水平加导映 因为已经有11月的幅图 其实也可以展示给大家看 譬如我转一转 小时 好了 那你越海 譬如这只股票 这里就已经知道它跌了 10月中 红色导映跌穿水平 这个月又是走下边的 好了 很多人想问这只股票 988 你看小时图多清晰 上个月升 之后今个月 一夹单之后 你打回上去 都是已经 压住了 那你 要是这些位置 你就真的 买跌了 就是你们自己可以 有不同的策略可以配搭 但整体你看到 效用是在这儿的 还有一只 1211 好了 1211 那些人 看你升得这么厉害 通常都有一些惊惊的 好了 那你见到它 发生着什么事 就是它升穿了之后 它跌回 它都是开始 几次都站在水平上的 那这个你见到 又是有个支持的作用在这里 股票 旗帜都一样 所以你们 任何一只股票 你们 我不知道 大家应该 都不会出声的 那我自己 走去按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股票 计划 想按 268 268 是不是268 268 268 挺漂亮 我没得事后做的 这幅图 事前就出的了 这个range 那你见到它 它升穿了 不要说那么难 为什么要打上去 就是 升穿了 OK 水平 然后回回去 都是有支持的 所以某程度上 这个可以是你们 判断为一个 就是 你当入市也好 你当一个 支持位的一个concept也好 但升了上去 就下面 整个串仓位 都是看支持 那这个呢 就是转仓水平的指标 对不对 抽出来 你想想 这些位22元 现在26元 最高上去27 几方便 简单单单 5元 小似图了 这个 不是说分钟 不是说15分钟 那么错那些 对不对 好 还有没有number 没所谓 叫出来 我不会 27 27 这样 一小小 一格 但是第二个小时 已经进去了 然后升穿了之后 你留意一下 破了之后 是 列口跳上去的 就是你想想 这些位置 如果你有个 譬如你自己 看见那只股票 你开着这个图头 你见到这个讯号 就是代表 升穿了一个水平 有机会上升的了 准备开车的了 黄教授 黄教授 我回答这一只 我们有很多 例子 那这些 没有坏的 既然又是不遷底 又没有遷底 那这个月就横行 不是每个月都这样的 大概 这样就很容易拆 横行你不住 但它又没有走跌 好了 我说完这只 我自己说的 五号仔 对了 兴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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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到什么事 这个月跌了 这个月 拉它 这下才抽上来 那这下 你越尾 都不会 搞些什么 是不是 这个月 掉下来抽上去 是不是 这里已经有个先兆 转了绿色 是不是 已经尝试破了 第一次 那个 上月的转仓水平的顶线 这个月是不是又破了 裂口 高可原 它回一回 都是抽上去 那你想想 这里34元 现在40元 最高 差不多39.7 是不是 那就有个这样的效果 你们都是这样运用的 走中短线都是这样去操作的 对不对 你用什么工具 你用什么衍生工具 自己 我找张军去教导 我只是给大家指标 看方向 判断的支持阻力 对不对 好了 那说完股票了 其子这些 我很快去搜一搜 其子 刚刚都搜过 11月都是这样的 最高上去26500 8点 这个位置很高 就追上去 导音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你留意一下 很多时候它跌了进去 它升上来 这些是叫回吐 后抽的现状 等同一个看平均线 但是平均线 因为有很多条线 你经常都不知道究竟 什么时候是30天线 什么时候是50天线 是吧 搞到这么复杂 我帮你做了一个优法 总之两颗色 绿色就是上升 它进来出回去 就好像一个 你当是跳弹床 这样的概念 跳回上来 如果不是打下去 就是它弹床穿了 那你这样想 这件事就会更容易 那你弹床穿了 就不会弹 就掉下去 就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两个指标 那还有呢 讲完这个指标 到中间了 好 这里日内区间 日内区间很简单的 用开示头段的高低位 这个我 是不是你们有多些 的看法 这个 好 我缩点我的位置 因为呢 这里呢 就是 相关是有 他们那个用法 在这里的 他们都用很多 经常都用这个指标 好了 很简单说 你看到又是一样的concept 这里的幅图是什么意思呢 有两日 这个两日的day trade tool 来的 一分钟 你看到它有紫色蓝色 紫色的部分呢 就是早上开始的 那个range 就是它完成了那个时间呢 它就会帮你画两条 线出来的了 那这两条线不是 乱举画的 是有一个formular在这里的 它用了一个高低波幅去画的 OK 下周时一个高低波幅 好了 那你见到它的效果 跟刚才转仓水平的concept很像 其实都是说 一个就是看月头 月头很淡仓 整体大方向 边边打赢 就是好优优独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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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 好了 这里去到下周时 它要完成了这条蓝色的时间才会出现 那通常那堆什么时间呢 就开始头那二十分钟 所以呢 两种方法 有些人就忍手 头那二十分钟就等 等它走完那个range 走完那个波幅 再爆边 那我就跟 那你见到这个例子就是爆就看跌了 然后它抽上来 它又摔下去 你见到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整体基本上 是已经跌了下去 整体之后整个就会变成了一个阻力位 这一天反转 它升了上去之后 它又回回来 见到几次反弹线都是在转仓 就是这个日内区间的顶线 所以很清晰看到一件事就是好淡仓 就是好友和淡友打架 究竟他们打架的range 然后它一突破了这个区间的 升穿的 就是上升的机会率高 打下去的 跌穿的 就是跌穿了他们的support位 就向下跌的机率就会高了 当它一跌完之后 打算夹回上去也好 因为本身这里 他们的拉锯的力量在这里 就是淡仓架了下去 就是他们淡仓的力量最重货的货源 基本上就在这里 所以有时为什么这么漂亮呢 可以做到就是它碰一碰 就会打下去 是有这样的根据在这里 这个你说完出来就觉得 是很合理的那件事 可以吗 那这个呢 就是 那些实在例子 实在例子 因为呢 这幅图呢 我这样按给你看 非常好 多谢你支持我 我说问题可以的 好了 你看到呢 其实我 这里今天的区间 如果我拿 一分钟三日 其实你看到呢 就算三分钟 一分钟也好 这个区间 它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影响了些什么呢 你背后的导音力量 或者你用那些传统的指标 MA线那些 很简单 反而是没有所谓的 如果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用一分钟 去做示范呢 因为导音力量本身 已经是一个 smooth了的指标 smooth了就是平滑了 不会那么多 noise 所以你 如果 你用传统的指标 你看到这一天 跌穿这里 就做完了 它一大风跌 好了 这一天横行 去到尾市之后 才再破顶 其实这一天 都没有什么 特别的东西 反而是这里 这里 这个位置 它就是上周 即是说的是16号 昨天 看到你夹了我 因为它裂口高开 它裂口高开 会把指标 拉到变成绿色 但是第一个现象 总之跌穿了这个 日落区间的底线 就是打穿之前 好了 夹上去也好 又是被它打下去 所以一个很清晰的概念 就是跌穿了这个位置 基本上它向下跌的机率就很高 它再次回上去也好 这些都是一个阻力位 这里有一层 这里有一层 好了 这里一样了 下周是不是没有再跌穿了 打上去 是不是顶住了 所以其实这里有一个跌穿 其实没有什么 这里也没有什么 你这里追上去 你这里遇到 都要是在这里横行 突破完 再上一个位置 所以为什么它去到下周 才冲上去 就是在这里拉脚 很久了 那你望着这幅度 其实你很清晰 知道自己下一步要怎么做 是不是 你可以用导音也行 你喜欢配合其他的指标 但是整体这个日内区间就是你们一个背景 你用来做一个高低支持阻力位的依据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头一部分的分享 用了少少 多了少少时间 不过 不要介意 因为讲得欲紧 就是这样 是的 好 这个优惠那里呢 今天有些特别的优惠 但是这个我可以 很快就提一提 因为今天是有个 就是 军团上来 那我们都和它交到Cross Over 今天即场 如果你申请全功能的Plan 都会有送多一个月的 OK 那整体价钱我去到后边 先讲多一点甜头 好了 那下一部分 这些就是用户感言 不过 不知为什么放了这么快 放在这里 他赚不够10%走人 即是两天我用了 OK 很多例子 那些客户自己WhatsApp我 什么人生首次爆声股 这些就 就挺夸张的 几天赢了30万 那都是用那些 日内区间 转仓水平 去帮他 那他怎么找呢 一是用选股 用完程式选股 找完出来 就再用刚才那些指标 去做分析 整套工具来的 那还有部分 本来还没讲的 OK 你看这些就是课堂 那这些课堂 用户暂时都是免费的 你给了钱 subscribe了软件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的部分了 那呢 我们 不如有请 我们军团的 首先呢 旅长呢 去跟大家讲一讲 Thank you Thank you 我有咪 我们有咪 谢谢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X军团的白女长 Kenny 见到Kenny可以了 那开始的时间呢 稍后呢 我会先讲 接着 会轮到 Eric 医将军 跟大家讲大市 和各别 你对市场有什么问题 开始的时候呢 我都很希望 大家可以给点鼓励我 Like了我们的Facebook 你们可以 查 游王X军团 我先展示一下 右下角这里 X军团 棋子 股票研究院 那大家帮忙 Like 我们的Facebook 多谢大家 用麦克风 那我今天呢 答应过 首先很多谢 Pakki 和Megahub 邀请我们过来 我们X军团 那我都答应过 Megahub 我们有少少的礼物 带给大家的 第一就是 我们会马上讲 一个很简单的 入市方法 简单而是有效的 可能简单到你不相信 第二就是 我们有一个小礼物 就是在后面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两个星期的免费 WhatsApp Group 每天都带给大家 我们军团的资讯 令到大家可以 在旗子的操作上 更加得商应受 希望大家在这里 赢得多些钱 那最后我会讲 WhatsApp Group 如何进入的 好了 我相信 不用说太多旗子 是什么 只不过 我可以说多些我们自己 大家会觉得很好奇 我们的名字 记得已 游王X军团 我叫白女将 这个是伊将军 为什么我们会用这些名称呢 原因是我们觉得 我们的理念 亦都会做得到 每个人不需要有一个 明星级的导师 都可以做到一个旗子高手 一会儿你会看到我的入市法 你都会觉得 其实是真的可以的 我们也证明了 以我们十年以上的经验和历史 在香港 站稳正脚 做得有声有色 我们大概有1000个学生 大概 和这么多年的历史 我们也证明是做得到的 好了 大家也知道 旗子是什么 找不到钱 帮不到你找钱 旗子是什么 其实在hsi.com 可以找到这个公式的公式 简单说 现在加了53个 蓝筹加上一个 就会有个指数 那是恒指 旗子可以给人买卖 简单说 你bet on 它会升还是跌 很多人会问 是否买大小 买升和跌 简单来说 再去到最简单的 是yes 但是我们的做法 就不是50-50 我们的做法多样东西 我们就告诉大家 如果你去 譬如我举个例子 如果你去澳门买大小 三颗色 我告诉你 两颗色是绿 那你接下来会买什么呢 我们的沟通方法 就是这样 所以我会说简单 比较小一点 我走远一点 这里有个球场位 就是我们 我们做日常生活 更有趣 有三个位置 上浪 下浪 就是这么简单 那当日你看到那些笑笑 你知道其实是赢了钱的了 那天不用说了 你可以看回那些日子 好像有点错 不要紧 一会儿你会看到 一些再实际些的例子 譬如8点40几分 就告诉大家 今天的低位是哪里 上周五 如果你加了我的Facebook 你会看到 上周五 我们8点46分 写了出来 259 那天的低位是25920 之后就上去了 没有再见了 那个低位 那这些都是的 我们是会定时 或者不定时 看系统 我们有超过70个系统 全部都很简单 全部都是一学即式 这样可以去操作 那我们 这是其中一个沟通的方法 我们就告诉大家 上周五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你看到这些小黑黑 又是赢得开汗的了 这是另外一些 的沟通方法 就是告诉大家 因为 我们有不同的 我们有 大家都有不同的作息时间 所以我们有长中短快 就是说 如果你想是long term trade 你不想理你 你要上班 你要臭孩子 你有自己的理由 或者你不想看得这么紧 那时候就做长廊 那这些是 这里有些数字 但是怎样运用呢 就是我们军团 军团会详细解释给 所有的我们的学员听的 那这个我们的沟通方法 另外再 简单直接一点的沟通方法 就是告诉大家 那一天 这个位置 S 还有个公仔 送给 那当然是什么 6月11日 其实很多例子 6月11日 自己看 高位 2508 那天 那一日 日市的时间 是跌了七百多点的 但是夜期 之前我们已经是沟 夜期收市 军团 4点半了 踏正4点半 就 立刻赶出个message 继续沟下去 继续沟 夜期继续沟 那晚再跌了七百 差不多 之前跌五百多 后来跌六百多 早上 早上 十点钟 如果是平仓的话 大概十点钟平仓 一早 一晚 赢了1200 6月11日 你可以看回记录 好了 那我们是 什么呢 我刚才说过 那我们在市场上 十年 已经证明了我们是理性 操作 我们是 用最简单 最有效的方法去做的 嗯 嗯 我们的 我们的 XC0 就是我们的Founder 就是Mr.Tommy Wong 他当年 已经在07年 当时 十年前 已经开始在 股票和 旗子界 很有名的了 当时他用 游合小王子这个网名出现 当时他已经赢了很多的 啊 这里没有说 他赢了很多的奖项 还有他其实 他除了是旗子之外呢 他 都是股票 是 股评加协会会长 股评加协会会长 是 所以 在投资方面 他有很多心得 再加上 其实他是一间投资银行的 managing partner 所以呢 呃 很多人会 外面坊间就会告诉你 喂 我会教你一个方法 去跟足大户 怎么做 我们呢 我们 除了我们有个教学之外呢 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基金 那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跟 去听人讲 如何捕捉大户的首应 不如你真的跟大户了 那我们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 其实我们的理念呢 其实我们真的想帮多些散户去赢钱 我自己 我自己 在金融机构做了二十年 我自己都很熟悉很多的投资工具 比如基金 当年我做基金 在银行做基金的时候 那些金经理就来问我 那只基金如何设计才会买得好 那 我会代表银行出来说话 等等 那 真正直接做基金公司 我都有做过 那本公司我也做过 本公司其实 如果大家有心水清做过期权的话 其实保险公司是不断在做短线的 其实是它在做选择的 那买保险其实是一个长线的 那这个我不重复了 这件事挺有趣的 那 我见了所有的投资工具 都选了期子 为什么呢 因为是 大家刚刚听完股票 不是股票不好 股票有第二种策略 但是期子是真的可以做到一个稳健的收入 股票 大家都知道 其实只是一间公司 如果有一笔钱扔下去 就是大如蓝筹股 其实会移动到价格 不难的 小价股也不用说 可能2000万搞定 一层楼按下来 就可以移动到个小价 波幅得很重要 大如蓝筹两亿都搞定 很多蓝筹两亿之内都搞定 唯独是期子 期子 大家知道 有没有印象 知不知道一日期子 成交大概多少张数 14万张 还有没有更多 十几二十万 14万张 近日是少了些 小则都一定过10万 但是会挨近十 二十万多些 近一年开始 近二十 如果你想想 二十万张 二十万张期子的按金是多少 那里超过二百亿 即是说 就算一个大户 是二百亿有很多人拿出来 但是不是天天地压着期子的市场 即不是那么容易操控 况且是这么开放 那么多不同的机构可以参与 全世界都可以参与 操控的程度很难 非常难 所以我觉得 我们可以看到 期子是比较公平 公道 交易透明 和抹价比较小的工具 所以小散户才可以 公平地和大户一起得益 一起可以获利 而可以做到 再加上我们的技术 做到 打破八二定理 八二定理就是什么呢 小散户 八成的输钱 输给二二成 两成的大户 两成的人 简单说 不一定是大户的 有散户是可以赢钱的 另外就是 这些不开心的东西 大家都明白 但都真的要说 唯一是 打工现在不稳定了 带公司 带公司现在做什么 大家都明白 譬如航空公司等等 现在 现在没有铁饭碗 这件事 但自己创业又怎样呢 譬如这个 7-11 原来他放了 百多万出来 开间7-11 他每个月找到7千 他的收入就是7千 他还要take risk 放了一筆大的资金 出来摘住 每日分三个小时 他在这里写 那 还有没有其他的生意 可以做的 有的 不是那么容易 如果你现在开始一个生意的话 你要资金和风险 相对 旗子出现的资金是什么呢 譬如一张大铁就是十多万 汉金 当然不是赢硬的 要比较转的 如果说到 是的 还有为什么要学旗子和做旗子 因为 有一件事是你没得避免的 就是香港如果你打工 就算不是打工 你自由人 做freelancer 法例上 你都要NPF的 那笔钱十年八年之后 你一定过百万的 去到二十年 你过百万五难的 但是 很多时候 现在其实政府都公布 其实NPF 大家都在虚钱 有一些办法 你可以做 香港股票基金 或者恒指基金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懂得利用 看旗子 你去管理你的NPF 其实今年 今年年初二万七 现在都是二万六千多 如果你点对点 是没有赢钱的 但是 知不知道中间 只是做大浪的波幅 我计算你六个浪 去到八月尾 那里 只是算大浪的波幅 不足小浪 两万六千点 就是一个double 我只是足六次 一个double 一会儿有图给你看 那就是说 你本身如果你的NPF是一百万 你今年的NPF 你今年的退休金月 已经变了二百万 可以做到这样 我给你图图来看先 大家 skip了 就是这个 二万五千点 如果 一二三四 全部都是ABCDE 你自己看 我们做完 捉完 一会儿我会给你图图来看 证明我们如何捉 波幅是二万五千点 就是只是捉这几个浪 去到八月尾 现在还没有计算 那你的Return就是100% 假设 听不到 是 我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做NPF 我们现在不够追加 所以变了NPF 就是我们只能捉完基金 所以我要捉完一点 其实呢 就 我们讲的二万五千点 是讲的 如果你是做渣姑两边 你真是做期子 你吃尽 是可以做到二万五点的 但是 我现在因为 Kenny 讲的那个focus 是NPF 我不想大家有一个太美丽的误会 我自己本人操仓 每一年NPF return 是大概三成到五成左右 那其实是 因为 你只能够吃它的单边市 你只能够低渣 绝有保守仓 转成你的track fund 所以你只能够catch up 就是它单边上升 而在高位去平仓 之后等下一个机会的内隆 所以呢 你看回这里 其实我们all in all 应该今年 因为跌多个星 今年其实around 应该是整理到三四成左右 as all 去到今天 那样东西我要跟大家讲清楚 先不要令到我们 就是有个太 不合理的fantasy 其实我们是讲的 期子 如果你做了渣姑 是可以做到这个数 是赚到的 我们有弟子是做到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只说MPF 我想四成左右 但是 当 你想想 传媒 公布的数字 是说 要赚多少钱 人均输多少钱的时候 我们是在讲 至少你是赚 那整件事已经很不同了 对 如果我只是做 银那一下上去 其实是四成多的 那是可以多个 但是不要忘记 因为譬如你在A 最顶的那个位 你吃了糊 跟着转回去保守基金 或者是收息基金 你在B 那个位置 拿回上去呢 其实你这样 由低买 低买 高买 这样转的时间 是差不多 接近去到100% 但是不计 那些细数 总之是 你始终都要 你始终都要学 因为你不炒旗子 对你长期的利益 都要做这一套 再加上 如果你真的自己做的话 真的可以变成自己稳定的收入 如果这一张旗子 如果你做个生意 你觉得 我用100万 去做 每个月找7000 还是你宁愿拿着10万 去尝试这个方法 只是高买低买 在这里 还是有办法 有人告诉你 用刚才的方法 在WhatsApp 告诉你 OK 现在的位置 你应该做些什么 你只是用10万 10多万的本金 好了 你捉了那些浪 我假设你回货 你捉不完 25000.1张大旗 125万 不到130万 大概大概 我捉了一半 你那年也有60多万的bonus 就是根捉了十多万的本金 做这个生意就可以了 所以为什么 旗子是可以变成你稳定收入的 再加上 这就是我们沟通的历史 不讲太多 因为我实际是好东西才讲出来的 但是真的很多 连初的时间 全世界很肯定 你们都听过 三万点甚至四万点我都听过 三万点是机缓的 四万五 三万五 很多都说 是唯一我们自己 叫二万九千 遥固 我们 这个数 我们在 一月十五号 未过农历新年 就已经说 这三个里程碑 去到这顶 这些我们自己里面的 jargon 我们的术语 就是我们自己学完才知道 好了 接着 全部的message 就证明我们捉了些浪 这里我们师父 即是来到大长沟 已经知道是来到股灾 一月 一月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有股灾 记不记得跌到什么 跌到什么 跌到三月 我们是这样做的 还有我们 譬如有些 我们不只是 只是告诉你 要顾同站 很简单 我们连数字都告诉你 那我直接去远一点 远一点就是 这个 右下角 可能看得不清楚 这个写着我说 如果你看不到 2222 5.2 大家记不记得 三月的低位去到多少 二万一千六百多 OK 这个是 一月 年初的时间 其实我们 XC0已经告诉你 2222 他出名的就是这些 告诉你 一早告诉你 有个大浪 一早告诉你 去到哪里 结束 其实他十几年前 金融风暴的时间 他predict了一个数字 就是1111 十几年之后 他拿了2222 出来 跟大家share 他当时就是 去到一万零六百多点 但是他predict的低位是1111 其实他就不会 说到这么尽的 永远都 他make sure 令大家网民 当时和弟子好记 你就记住五条二 当时就记住五条一 你五条一 就算 你五条一拿上去 你捱都是捱几百点 跟着上去 现在是两万多点的世界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简单直接 那后面就不需要再说 我们甚至乎是再 这里是每一个 有另外一个 证明我们如何准备 这个是日子 是三十一号 是 八月三十一号 再近些 这个又是一个message 又是七八点 一个message 要跟就是这样 简单到你不相信 一会儿我会简单 讲一个入市法律 都是简单到你不相信 这些又是当日 十月二十号 你在Facebook那里看到 没得骗的 因为是之前post出来的 后面发生的 当时行指 24413 指示位24805 第二天就立即标了上去 2485 就是 That simple 另外就是十月二十三号 再近些 系统指示 24678 当日最高上都24967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是我们特意叫 我们不会post一些 赚很多钱的post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的对象是 香港的大众 所有的散户 所以我们是拿一些 叫做贴地的数字 给大家知道 证明我们做得到就可以了 好了 这里 高低位即日拿完 当日 11月3号 这个又是再近些的 另外如果是上星期五 那个就 邀请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Facebook 8.46分post出来 当日predict259 当日 但是开市 时都没开 二万六千 二万六千 二万六千二点 差不多开市之前 是晚上 那天早上 10点多钟 跌至25920 是的 25920 低位 这几天都没有见过这个位 好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11月3号的message 由我们军团发出来的 信号 上去 跟着 24628 上去 当日 你看到 这个 这个时间是9点17分 你看到当日 那幅图 你就知道 成绩了 好了 我讲一点 讲一点入市方法 OK 好 好 如果说到 如果说到这里 其实前本路 我有一个小提示给大家 其实predictive是很好用的 如果大家有做夜期的 你留意到这个黄本出来了 有一个indication 你看看 已经过了气了 这个patter就是它下了去 上来碰一碰之后 你会看到发生什么事 这个是夜期 t加1 拉到最尽 开了夜期 开了夜期才出去 所以我 这个是我 如果要操作夜期的 就一定看这个图 pattertaker 不过 不过就是 我不建议 只based on 这个图 去 你将期指过夜 无论渣或沽 也好 有用的 非常之有用 我建议 如果你炒夜期的 你一定要参考这个图 一定要参考这个图 那么 大家多些 善用pattertaker 我会鼓励 是吗 当然 那 好 我有一个 简单的方法 这个是军团 我代军团送给大家 你和我 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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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右边 一小时 先清掉它 和我 对了 哎呀 你清掉了 哎呀 你开了一个 不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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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清掉了 真的清掉了 不许多 清掉了 接着开个 Bolingja Band Bolingja Band 对了 嘴嘴嘴 好 这里 可以 按一下 好 哦 可以 好 那么 其实日线图会好些 其实再简单地 你用 你用 Bolingja Band 你已经见到 你在下面碰到 握上去 再简单到 就是这样 都可以 你下面见到 我觉得你可以做的 就是 譬如在这里 你碰到顶 明明出了支针 这样 我拉大一点 你明明出了支针 这里是不是沽下去 你碰到顶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滑下去 你拿两支或者三支 你见到中轴线之后 不确定 你去到这里 不确定 那你先吃了两支 有一支 可以飘 原来飘到可以到这里 那这个是完全没有技术 不需要技术 就是简单这样 这样follow 就其实已经可以赢钱 那就是一个income 我再简单 你再安全地 你在这里滑下来 这里吃多少 如果日线图计 二、四、六、二、三 上面 二、四、八、三、八 那里差不多是两百点 这个小浪 如果你捉到这里 捉到这里 如果还有一支沽 不要忘记 你是清了两支 这里还没回来 还没回来 你一直到这里 你至少那里有1000点了 已经有 241了 所以这个是不是 另外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方法 你就可以隔几天 又带一笔钱 隔几天又带一笔钱 1000点那里多少 那里五万元 好了 另外一个再简 另外一个 这个是线图 那当然了 你需要跟随其他的 如果你真的要再fine tune 的话 军团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再跟随其他的指标 或者跟Power Ticker的指标 我一定会这么说 不是 真的有用的 我会说 另外呢 我会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入市方法 那是 这个就是 那个 那个 提线 我想说 这个方法呢 就 短线一点 的 但是仍然 都是 安全和有效的 安全至上 这个都是我们 军团里面 永远崇尚的 好了 一小时图 那这个 入市方法呢 就是准备一个 MACD 开个MACD 嗯 看看 咦 这个 MACD 通常regular 12269 是 因为这个 动了 好了 你用回 通常外面 guide default 12269 就已经可以了 做法就是 你用那一小时图 随便找到 金叉 金叉扎上去 死叉扎下来 我举个例子 在这里 不是这么简单 当然了 如果个个都金叉死叉扎上去 那就赢钱 就 不要窮人了 以后这些要留意的 你在这里 金叉叉过一下 那支竹 不计 你一下支竹 不计 手脚 计个竹身的顶 如果是这么差的话 当然了 扎上去 好了 止蚀位在哪里 同样是你开仓位 你用这个计法 未完的 暂时 到这里 我讲得清不清楚 OK 好了 指针怎么计 你开这个位 SR SR里面呢 有个叫做GF的 光音角度线 好了 光音角度线就包住 例如 交叉之前 那支竹 同时到 咦 咦 按光音角度线 按光音角度线 咦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又开了 开了 有点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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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好 自己来这个 可不可以删除这个 对 对 都是光音角度线 我想开大一点 比较容易看出来 对 不要紧 都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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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开大一点 给大家看 好了 这里交叉 这个位置交叉 我先拿这个光音角度线 在这里开 对 这个 对 你没有上我的青鸣 对 要多一点上 对 对 没错 可以 可以 OK 好 拉就是 cross之前那一粒 的底 去到 cross之后那一粒 的顶 如果拿上去的话 沽下去 反过来 入了市 这个第一个松 第二个松 去到第三个松 指针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那就定期收 bonus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军团 希望带到给大家的礼物 你可以 回去 back test 跟着这个方法做 是不会输的 你回去试一下 先紫舌 再说一次 再说一次 如果它跌到 你开窗的位置 即是第三支柱的顶 如果它握上去的话 如果它跌下去 走 有少少的complication 因为有机会 你会有机会见过 譬如这枝竹 都是羊竹,但是中间的过程 可以是出枝针的 这个另外一个处理方法 我用最简单的 最简单和最保守的就是 你见到它跌了下去 走,永远不会输 因为你开瘡位 这枝竹一路上去 它不跌穿 下去你的开瘡位就不会输 即是说,你开瘡的时候 就看着那一个小时 接着之后 你隔两三个小时 半天才去看一看它 它是回头的,那你就走 接着,可能隔一两天之后 它才上到这个位置 第一个松,不管,第二个松继续去 第三个松,走 我现在展示给你看 第三个松走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OK,上去 上去,它骗着你 那这里有好有不好的 它会吃了一个比较大的狼 但是如果 市场上是有多些tricky 的,它是capture不完的 但是 这个做法就是 你要先稳固 我不是要赚光所有的东西 但是一个简单 不需要太tricky技术 学很多东西 花很多时间去研究的方法 你都可以赚到钱 我给你多两个back test 你随便拉一个位置 你随便拉一个位置也可以 我一会拉到李艾亭 不如 哪一个位置走 总之去到第三个松 你看到第一个松一直斜下去 如果你买星的话 你向右走 去到第三个松 你看到它还是出洋竹也好 因为我现在要做的方法 就是安全和effective 我去到第三个松就走 去到第三个松就走 没错 就只赚 我当一路拉下去 Paki你叫停 OK 好了,我看到这里有个 有个金叉 又做同样的东西 又多了 又多了 其实我真的懂 我真的常常用的 只不过我不习惯这个Mouse 那你去这里 去这支 去这支 这支的顶 这支的顶 捉身顶 不用去手脚 不用去头 OK 你有没有看到 我在这里开窗 我在这里开窗 你去到第三格的时候 你立刻走 你会避到这个 你会避到这一下 这个是看到一个 当市场 有tricky的时间 你会避到 但你去到这里 其实是第二个story 你捉不完 永远有好处 有没有好处 但不代表它捉不完 那些墙囊 我待会给你看看 又选 看看选不选对一个 是吗 我是选第三支 第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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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ss 那支 算 Cross 那支是算二 Cross OK Cross 之后第一支 开始起床 简单说 开始开窗 再做多个例子 你回去自己看一看 其实深水清的 你都知道 这个正正反方向 跌了下去 那这个一定 一沽下去 就正了 去到这里 但回来 都还未洗 平仓 原来还可以去 还可以去 你去到这一格 第三个松 那你就走 其实你不用在这里走 原来还可以多吃一点 吃不尽的 但是安全 那你就在这里走 那好了 当然 如果你在 这个是零上的 MACD 零上沽下去 其实是相对风险比较高的 那就是说 我建议就是 但是其实这个浪也很大 你想想二万四 跌到二万二 就是三月的浪 你猜不到原来在零上可以沽下去 可以沽到几千点 不是不行的 但是相对比较危险 我就建议你真的开了仓 就 头两个小时看着 至少有些水位可以吃 OK 所以 就是 你的问题 我想回答的问题 就是 如果你在下面 即 MACD零下 握上去 那你就要看得紧一点 如果零上 押下来 看得紧一点 就可以了 那当然如果零上 握上去 你会安全点 你会放心点 我就觉得可以 可以真的去 去吃新饭 专心做你自己的正职 那都可以了 我会觉得 好 那么 我暂时 我分享到这里 跟着的时间加比 是 蛤? 一小时图最有效 一小时图最有效 back test过 一小时图最有效 不要用30 不要用data 不要用在股票上 是期指最有效的 那大家希望可以赚多点提醒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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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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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看回 这里指针开窗 其实你这里又走了 用cross 用cross开窗 没错 这里cross 我都拿错了 cross这支 应该三支 cross这支 我拿错了 这三支加上 这支是第一支 这支是对的 这样 好了 在这里开窗 一二三 你来到这里 其实你没有亏的 刚刚可能是手续费 总之你看到第三个窗 走 应该可能有 几十点 这个距离 但是你不会输 但是 所以我不是说 刚才这位女士 问得好 其实在下面 上去 你真的要看着 但是你看着 你是不会输的 那你就要自己判断 你自己的作识 什么时候 怎么样做 cross那支是算第二 这支cross 这支是第二 这支是一 二 三 这支是二 看先 这支是cross 红色这支cross 这支是二 这支是二 cross 左右那支 南左 cross 左和右 一共三支 这样算 OK 好 有没有 好 我答应了给一份礼物给大家 那大家你可以add了这个电话 646-99098 那传个message 1 去这个电话那里 那我们明天就会加入 将大家加入去一个 信息分享组 说多次 646-99098 对 传个message 1 传个whatsapp message 1 没错 是的 whatsapp 是的 那我们会带给大家一个免费的 两个星期的 军团资讯分享群组 那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每天收到我们军团的message 那我和伊章军都会在群组里面的 再说一次就是 646-99098 OK 接着交给Paki 麻烦你 是吗 交给我 那我呢 很快呢 就继续下一部分 那我们到伊章军 是吗 我们又讲一下大事 那我们最后呢 就会是最后一部分呢 就讲完个本路呢 那今天就完了 好吗 那我们有请张军 跟大家讲 我们要在这个位置 我们想 拍一拍 我也在想的 你们讲了这么多 究竟还可以讲些什么 讲得到 那就大家好 我是Eric 那就 刚才Kenny都简单介绍过 关于我们 军团的一些背景 那在 去跟大家讲一讲个事之前 我想阻止大家几分钟的 第一件事就是 大家可能会很怀疑 为何我们 好像写到的东西好像很厉害 那很厉害 不用去教人了 那很厉害自己的炒 都已经可以了 那为何我们还要做这件事 那这个我很希望在这里阻止大家几分钟 和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刚才Kenny所讲的 我们的确是和一些大户 所谓的一些基金公司是有合作的 而我们也收了个百万的管理费 是帮他们一起去研发一些系统去做期子的trading 那那些收据的所有东西 其实我们的徒弟全部都看过了 那都是这几个月的事 也坦白说 其实我们无论收弟子的性质 从来都不是因为要收区区的几千元的研讨会的费用 因为我们不搞班 我们从来都不搞班 我们只不过搞一些研习的讨论会而已 但是问题是为何我们要做这件事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用我们的能力 去帮一些有兴趣做一些技术分析的朋友 可以提高他们在这个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因为我和我师傅都是做股票出身 那也都知道很多时候股票后面 很多东西都是有一些幕后的操纵在里面 那我亦都为什么这么希望大家可以 透过我们的能力去和大家分享 去做一些期子的分析 或者和大家一起去分享期子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因为正如Kennie所说 期子是一个很公平的灵活游戏 因为没有大户可以操控得到期子的走势 而of which股票一定是好的 即是好有时也都坏有时 没有人想过 当年一刹三的汇丰到今时今日 会由当年的三百元到现在只剩十分一 我不知道腾讯可以好多久 但是我只知道恒生指数有 由1973年开始就有到今时今日 每一期都会有一些很厉害的龙头股 但是很多时候这些龙头股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都会变成垃圾股 强于当年的太古 斯兆环球 汇丰 今时今日都是 如果说回他们最高时的市值到现在 其实已经跌到一些仙股的价值 你看到比例 最夸张当然就是当年的香港电讯 八号仔 大家知道有二十多元 左右十合一 左右十一 大家都很风声银嘴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其实我们向大家介绍旗子的真实的一面 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去炫耀我们有多有的能力 多有独特的能力 而是这件事是希望可以真正帮到大家 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面 去将你们的资产真正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 为什么我们要用稳固的这两个字 正如刚才Kenny所说 恒生指数本身就是会有一个细算机制 以前五十只,现在五十三只 而在季度检讨里面 恒生指数公司是会将部分的股票剔除 也会重新加入一些他们觉得有代表性的股票 换句话说 在市场上最有leading power的股票 就在index里面 也为什么买期指 会相对比买单一一只股票 来得安全 因为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你所谓的强势股 什么时候会跌到七个月皮 什么时候会跌到你回不到家乡 正如如果大家有机会在YouTube那里 看回我们X军团的一些短片 三月的时候我们跟另外一间金融机构做过一个 股票分析 集大市分析会 当时我是很准确地已经说了 市是要弹的 我记得我说完不到三天的市 就弹了 所以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 你们都可以有 前面第一排有几个都是我的弟子 他们都开始有这个能力 因为我们其实是教大家 如何去分析一个走势 而当然我们都会配合 一些系统的数据 正如Paki所说 他们Partica我们都有用 我们会用它的导英力量 但是导英力量 或者是本路 我们是用来做一个辅助 为什么 我是每一天开市之前甚或苦 我的徒弟是开市之前的半夜 已经算到将来下一日 究竟市的走势是怎样 不要叫走势 知道市的 我们叫好淡分岁 就是站在那个位置上面 应该会升 升到多少 阻力去到哪 其实我们已经大概 在之前那一晚 我们已经有一个 大概有一个数 我回看电话 我应该在十月中的时候 试过一次被徒弟骂我 因为为什么呢 那天我早上跟他们说了 我说 上面的阻力好像在二万四千多 然后那天刚刚就碰到过一个点 然后市值跌回来 我拿回电话出去看看 Paki拿给我 谢谢 因为其实这些事好像很神奇 但是其实在我们 我和我师父 即是 X司令 黄思平师生 其实是久不久 看看我们有没有心情去计算 其实要计算 基本上 可能我们是 within 28点的不差才为止 叫合格 当日 其实我是 看回 是十月十六号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 会带着那些徒弟 每天会有分析 会有位置给他们 他们每一位都知道 当日 我就真的说了 上方的阻力在二万四千三百八十八 那一早我出的时候 应该是 有机会你们进了WhatsApp 我传回这些screen capture给你们 那天我是十点钟 十点三十五分 我写出来 接着我就被我的徒弟骂了 因为为什么呢 那些市值 真的去到那个位 就跌回来 就跌了百多两百点 那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准确呢 其实靠的 并不是一些很神化的技术 是靠看阴阳烛和平均时 我只是靠这两个东西 我没有用任何技术指标 为什么 技术指标有滞后 有筛选 光阴我都不用 应该这么说 不是完全不用 但是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之下我会用 但是它不是我主流会用的分析方法 但是大户盘路和倒影 我是一定会参考的 但是怎样可以用大户盘路和倒影 又可以真的这么准 看到那个位是真的转小呢 这个才有个技术 因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Power Taker那套是很强的 但是这么强 那那个给几千元就发购了 那为什么会有人用Power Taker都会输钱呢 那不是一套软件有问题 是你怎样用一套软件的问题 那这件事就是我们要教识你的基本功的问题 那基本功在哪呢 就是你究竟知不知道 怎样为之那支竹是叫企韵 怎样为之突破 你连企韵突破 以及是不是见底 你都未懂得分 那么就算我给你一套超级技术10倍的 告诉你100%准 你都一样死 因为软件是准的 但是你懂得用它 我给你一支AK47你没有用 你不会开枪 你一样是会 你上展场一样是死 所以其实我们讲的 所谓的基本功就是跟你讲 究竟怎样可以在我们的研讨会里面 告诉你 怎样利用这些分水 怎样去看一个竹的结构 或者一堆竹的结构 而得到 你要得到的结论 那市似乎要升 或者那只股票要升 或者跌 很简单 因为我们讲的东西 其实是讲的阴阳竹的结构 无论股票外汇 旗子 什么都好 总言之 commodities 都是要有阴阳竹套 所以简单说 你懂得看阴阳竹套 懂得看平均线 再配合 Particle里面的一些技术指标 其实你在这个市场 你是赢了七八成 我多年我师父教过我一个比喻 因为我们也有些师兄弟 是一些精算师 他是专门入赌场赌钱 但其实赌场赌钱 你知道他们赢得很厉害的那些 是在说50.9% 对49.1% 都可以赢过亿身家回来 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就算你真的 那个margin只有1.8% 你就是赢 你赢1.8% 你已经是赢了 你不要告诉我 我听说有个strategy 你是赢七成 你不是赢 因为你赢七成 输三成 就是其实你有四成的 你是一定在赢 你有没有好好把握 这四成 就是你有没有去把握 赢钱的机会 这件事要搞得很清楚 所以变成 亦都为什么我们 在这个研讨里面 如果是我们负责去讲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和大家 判好那个投资心态 我有很多地址买股票 打算买 什么新红机也好 总之什么大蓝寢 什么都听过 1号仔 5号 煤气 什么都有 但是都可以输三成过外 我老实回答你 不要说买什么 不要买其他东西 只是说 1号仔我听过 新红机我听过 煤气我听过 买 那只叫什么 领展 我都听过 都输三成过外 其实跟你买什么大蓝酒 或者买什么大股是没关系的 是你有没有把握 在适合的时机去出入 那这样东西 就是你的心态问题 那有时候 我会见到你的朋友 我会问 我假设 因为用得 参加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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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你知不知道旗子是什么 你见到Kent 也没有问你这些问题 直接准备过就算 因为我以为你们全部都会输 好了 说回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会输 输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出入太多 你没有事没有干 你好像只是帕奇那样 那些图 你在底下 低位拿了一只 你好好地地 你不动 跟着导演 你吃五倍 为什么你会走 为什么你无端端 你会走了 就是因为你升了一倍 你会害怕 或者你无端端三天之内 升了一倍 我还不走 但问题就是 你看不到原来后面是没有升完 那究竟怎样可以捕捉那个势 什么时候叫升完才走呢 其实我们的其中一些系统 是可以有方法 给你看到哪一个位置 就是转角的位置 在那个转角的位置 你就应该要留意去走 那当然配合导演力量转那个势 你可以有九成的把握 但是那个位置你是要沽的 你未出到这个势的时候 你根本上就不需要走 竟然不需要走 就怎样会失去那个走势 这个就是个问题 那当然了 另外有一些操作的心得 投资心理学慢慢会和大家说 那这些今天不同 大家讲不了我 花不了时间 那刚才Kenny说了个重点 这两个星期的分享 其实我自己都会负责的 那我都会将 好像今天跟你们讲 我会将我平时教徒弟 每一天的所谓的 我们叫做分水支持阻力 会和大家每一天去讲 但记住我现在只讲一次 分水的意思 就是说在上面我们叫做偏好 在下面我们叫偏淡 那淡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淡到它下面的支持 这就为之 是应该有机会真的跌不穿的 那很少 我很少多过五十点不差的 就是如果我做的话 上面顶也是 就是它上了去 升 那在分水上面升 升到去哪里呢 我就会看到 大概去到这个位置 应该会有抵抗 那当然这些是职日的 的位置 你不要第二天走来用 第二天走去用 是不对的 那这些我们每天会更新的 那当然 Kenny会在里面 他也有他自己的心得 和大家分享 那再说回个市 再说回多一点点 给大家听 再给大家几分钟 那帕奇帮我帮忙 因为我 你这只帽子真是难用 我都搞它不够 是的 那我想 就是因为帕奇帮我开个图 那我就只看日线就可以了 因为我在这里 和大家讲一讲市的走势 其实很简单 我看市 就没有什么花巧的 我只是看竹 和看它的 pattern 那我就大概知道 市未来的走势是怎样 而上个星期 刚刚我们搞完那堂介紹会 我都说了一件事 我不知道市 我不知道市会怎样走 那一刻我是真的说不知道 因为为什么会说不知道 因为你去到一个 三角其美的位置 我都不知道市究竟想爆上还是爆下 不过 我那天说了一个重点 如果市能站在25,500楼上 我就看27,000 而我们上个星期的炒股帮的分析文 是说市要建议 有机会要建议27,200 我仍然维持这个看法不变的 因为其实这件事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会看回当时 在7月那时做了一个顶 是在26,700 26,800这个位置 其实当日 之前前几天是没有爆了一次 其实这个位置我叫了一些弟子沽 即是那天急升那天 我自己在这个位置我也沽了 这些子粥 那天我删下来 我吃了八八点 那为什么要留意这个水位呢 其实你会看到前顶 7月那个顶在26,800 是 7月那个前顶在26,800 很简单 那而 因为这里开不了美股的图 但是美股其实现在 都是有一个双顶的形态 而再说就是 你会看到它近期美股做顶的时候 你看回RSI 是有顶背似的情况出现 所谓的顶背似是什么呢 它在创近期新高 大概RSI是越来越低 那么这个情况是挺危险的 因为其实就是 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市那个向上动力越来越弱 那么通常呢 我自己会看几样东西的 第一 无论港股或者是 美国的期货 如果它有连续三个列口 无论是gap up或者gap down 都好 一定市会会调整 例如是什么 三个gap up 出完第三个之后 不出十日之内 九成的机会 会大塌 塌到哪 塌到它出第三个gap 之前那天 那个high 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我自己的立论就是 我看这么多年 这些技术分析 大家要留意 所有东西我都叫事不过三 无论是列口 或者是逐身 你会见到同一个灵态出现三次的话 通常都不是好东西 出现三个列口 不保 连续三个不保 所以我就告诉你 有三个不保 很容易会出事 但of which 其实已经保了一个 即是那一天跌下来 已经保了一个 所以我今天要和你们说的重点 列口高开 gap up 不fill 列口不一定要fill 不是要即时fill 不过不fill 就是一个risk 它要调整 因为其实 无论列口高 或者列口低 其实市场 要么就是过度亢奋 要么就是过度悲观 这件事 是偏离了事实的 如果不是偏离了事实的话 就不会有一个列口 那正如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代表什么呢 你总有一天 要回归一个理性的情况 去将之前的亢奋 或者悲观去填补 其实说来说 它只是说一个dynamic 而已 好了 你连续三次的gap 你都没有fill 之后 它再破顶 你就要小心 同一时间 同一时间我会看的 就是当然 如果它顶背池 就是它在破顶 又有列口 RSI越来越低 那市场就会崩得很厉害 一个很普遍的例子 你们看回美股今年年头 最特别是看S&P 就是看标普500期货 它破顶到大塌那一刻之前 都是有三顶背池 出完三顶背池 不够十天就塌 是大塌 所以变成这个 我送给大家的礼物 其实 有些东西不需要太多的花巧 用一个基本的逻辑 同一件事出现多过三次 但是 没有去做一个调整 必然后面就一定要调整 正如你的身体 投资得很厉害 必然会病 这个是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变成大家去看事的时候 用这个逻辑就可以了 正如我刚才说的 现在一次两次做了两个顶 就是之前已经做了一次两万八 sorry 两万六千八 那好了 是 不要紧要 其实因为现在夜期 这个迷思 曾经我也有 糾结过的 但是自从夜期在去年开始 计算到三点钟 我就觉得没得不看 因为我以前也有分开 只是看日期 和包夜期 然后做两套分析 以前的而且确 如果你计算夜期 的话 是会有机会 是会触到你自己 为什么呢? 夜期成交少 容易被大户操控 以前的而且确 会有一个问题 但是当你去年开始 夜期计算到三点钟 你就不能不计算它 因为它已经反映了 美股某部分的一些走势 甚至是它头那半天的走势 所以你完全不算它 你这件事就不实际 简单说 就是我完全不计算到 所以我明白 我也知道它在夜期做了那个位 但是 这个也是我们正正要 为什么要看美股的走势 的考虑因素 我刚才这么说 26800这个水平 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如果今次破到上去 应该这几天会到的 到了 但是它破不了顶 即是三件三顶 就会落下了 如果穿不到26800 是会落下的 老实实 如果它穿到26800 的话 我自己看至少也有27300 这个大家留意 因为27000这个水平 其实 由今年年初到 今年 即是29000开始 下来之后 你看回 帕奇退前一点 它下来那一刻 你会见到 这个 对 这个顶 这是27600这个顶 再过一点 你会见到它现在下来 这里 帕奇 它现在这个位 你会见到 之前的顶 这里感觉到 这里是之前那一次的顶 推上了少许 推到这一支 这支 这支阴烛的顶位 对 这个位置现在是26645 即是 现在跟我们差不多的位置 如果这个位置 站得稳 就是这里 所以 我自己看长线 我就很简单 我看之前的高位在哪 然后就画一条打环的线 看看它是否能够站得稳 当然 怎样为之站得稳 我有教我的弟子 他们完全知道我说 今晚回去做功课 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如果有听过我说 总之 简单说 前顶是27000 这个是27000多 OK 27600 这个位置 我希望 如果真的站得稳 26800 就会是27300 到27600 这个位置 在这个阶段 先去再想 究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 都是那一句 现在的走势 我只是觉得是一个横行 的格局 而不是一个大升的格局 当然我也有跟弟子说过一个重点的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不可以看得太淡 是因为 其实 旗子已经连续 多过7个交易人 站在250天线楼上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点的 的启示 你要看回以前 过去这一两年 其实 旗子 站得稳 在250天线楼上的时间 是极少 如果它连续有7到10天 站在楼上 都会有一阵 会再夹上去 老实说 因为现在的市 已经是11月中 我不排除市 要升到12月中 过了感恩节之后 才会跟着美股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 所以现在做淡 大家要小心一点 因为都看到这个情况 就是 现在是新旧股 即是旧经济股 和新经济股 将大家互相轮流炒作 Rainbow track 始终会完 但问题是什么时候会完 我觉得还要炒多一阵 因为 你会看到譬如腾讯 美团 仍然是很强势 我自己都会跟大家说 值得留意 如果腾讯仍然不能够 今天都是收到590度 如果它仍然保持 不能够站在600温水平 或者当美团 穿288的位置 大家就要想 市是否真的会倒 因为阿里已经在散 现在真的再靠权重股 去站住 顶着市 不外乎是美团和 腾讯仍然 看过比重 就知道了 如果这两只都开始走样的话 市场都不能够去哪里 这些事情 大家要注意 我自己看的指标 也是这样 如果腾讯 保持600元以下 又站不到 那我就觉得 大家可以 开始分段 就能够存些大林仓 当然要看回 index的价位 如果它保持 可能10天8天 仍然在600元以下 而旗子的数 可能是保持26800 那可能 也是一个见顶的 一个indication 那这些 大家可以之后再探讨 大致上 我今晚想说的 差不多 那我给Paki 谢谢 好 谢谢 Erik将军 E.J.将军 好的 到了我最最 마지막部分 我很轻轻也上讲 这都是很重要 其实刚才 Kenny和将军 都有讲到 就是说过大户 其实 handler 也不是大户 就是最重仓的位 ok 整个盘是什么 可以看的 好的 ática之前 我想在看一看一件事 因为 Hello,我也很想知道 就是今天的夜期 如果放在我们的日内区间 会是发生了一些什么 看到有三个颜色 刚才是紫色、蓝色和灰色 灰色这个时间其实就是夜期的时间 你看到它是打了下去的 所以如果配合它们报的大位 基本上整个方向性 你看到跌了下去之后 几次都是押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就是264、263、9多 所以其实都挺好玩的 如果你拿起来继续夜期 就是两柱 刚刚也说过不要过夜 说着夜期就夜期 第二件事就是要讲这个盘路 我就不过去PowerPoint了 因为刚才Candy也说了 这里有个环盘 这个环盘就只是夜期的位置 我呢 其实我没有搞群组 但是其实如果有一些熟我的朋友 他是有WhatsApp我的 CPM我那些 就是看你怎么说 其实我去WhatsApp是很有趣的 我会直接跟他讲一讲 究竟现在的盘路是什么形态 就是当他们有疑问 或者他们用得不熟 就这样就讲 讲一讲给他听 看到今天期指 做了两次的低位 都是在… 我先关掉夜期 先不要影响着我们 这里 26,304的 OK 今天期指大概低位部分 好了 奇波盘路呢 为什么中军他们都这么喜欢用呢 因为其实这里 你不要看这个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我照开名都不怕 这个不是富途那块 这个也不是AA那块 这个是我们自己 是直接真是每一宗transaction 去计算的一个成交的一个盘路 你会看到exactly是… 譬如我只是看这四个交易日 10日到13日 是每一个价位看到成交了多少张 好了 有趣的地方就是 那时候我说什么呢 我就说 喂 看到这里 26,260点 比较长 有多少张 27,2万张 好了 如果我把这里 有个… 那没有名字 那些名字 叫分布图 其实可以把它分… 我自己喜欢 12,10到30都可以 把它分30个area 然后呢 你 mouse over 指一指呢 其实这个位呢 看到蓝色下面 有个虚线指示的 28,000张 即是这个area 已经集了28,000张旗指 未计下面这条bar 这条bar大概是26,258点 到26,248点 即是这10点之间的距离 这里都存了28,000张 即是说 其实在13日 即是上个星期五呢 我就说 如果它企稳26,300呢 即是第二天开始 理量上它打回去 你见到其实很多时候 它就是… 直接是分水量 即是基本上这两天 就是昨天和今天 那个… 整个短线的一个 判断可以判断的区间 指的是什么 你看吧 数据来了嘛 13号 现在讲的这个是… 这幅图是16号 这个是… 17号 即是说的是昨天 星期一和星期二 那两个位 那你就见到 基本上就是… 刚刚好 刚刚的日内区间 都讲了 其实就在26,260点 那么它就狡猾一点 一天压在下面 第二天就裂口高开 裂口高开 不要紧 如果它打回来 就又回到26,300 其实… 刚刚刚刚说 现在正在横行 正在打架 现在是打架 那一天你赢 一天我赢 其实很大 五三之间要做 所以… 就是… 在部署上面 现在就可能… 慢慢去做这些短线 慢慢看到势头再走出来 就可以… 做一个比较大的方向 那你问我 就是这样去判断 其子… 就是这样看 好了 那股票… 即是… 虽然说… 不是一个perfect market 即是有人… 可以操控等等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抽小价股 我… 我很喜欢… 看这个资金盘的 任何一只都是的 即是… 大价股、小价股 我都会看 这里… 我先分享一点 那天我在那里 亂按一只小价股 它… 升得很漂亮的 我先看看 我先看看 能不能按到 看看这一只 还是哪一只 不好意思 给一点点时间 1357 我未必找到 不要紧 我看看8153 8153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解决世界股 因为我都要纯粹分享 盘路的看法 好了 看到这里 这个盘路另外一个好用的 即是它的用法 是可以由远看近的 即是说 你可以看到 整个资金 究竟 它由10月7日 我一路退 一路退到今天 其实你见到 整只股票 基本上是… 下面是没有钱的 即是基本上 它一路跌 是一路没有什么 特别的资金去… 去收集 基本上 其实在这里 这个股票 已经是很大的钱 有多大呢 是2亿3千3百万股 当然股数 你乘回2何指 但也乘回2千多万 即是在上面 已经是囤积了 2千几万的钱 而它打不到上去 其实这些很没有程度上 下面有没有什么新钱 其实这个股票 比较上 它上升的动力就很低 那这个就是看钱去做事的 那亦都… 大家猜吧 譬如9988 刚才我不是说的 究竟它为什么会… 就是… 打了下去呢 好了 这里呢 有个环盘的 看见到… 我11月5日的 看见到这里 它有个橙色盘啊 这个橙色盘呢 跟刚才蓝色那些不同呢 蓝色那些是普通的AB盘成交 橙色那个呢 即是… 这里有个叫做非自动对盘呢 其实就是那些场外盘 你当… 即…简单点是说 就是AO盘 EcowX盘 U盘 P盘那些都是的 就是这些全目规律 或者叫做非自动对盘 好了 那出现了什么事呢 其实本身好地地的 你去到… 274元 其实有个很大的… 场外交易的 那什么时候做呢 不是… 不是近期做的 是之前做的 之前呢 很久的了 多久呢 说实际上是8月份 你见到我 一直推到去8月到… 9月呢 都还放在那裡 其实很久之前 一早就做了这些成交 好了 那问题就是 它一路压在下面 但是它跌很少 它压少少 因为你二百多元的东西 压低10元 其实很小的波幅 那它一夹上去呢 一日… 一日… 看到都是10来20元而已 一打上去 看到一日… 两日…三日的收市 就开始站在上面 我这里没有阴阳烛的看法 是纯粹看个收市 和看个位置 如果大家看完… 即跟上军团 学阴阳烛的看法 这里是可以 这样call over去运用 好了 那之后就… 爆升 好了 一路爆升之后呢 现在是怎样呢 全部打下去了 那你… 你再配合了… 刚才导演力量也好 转了红色 小时图又转了红色 那其实呢… 那就是转了 即… 很直白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说 明白我的意思 即… 其实可以很早呢 你看到它… 整个阴阳烛 即这个小时图 打穿了277 这些位置 其实已经转了红色 几个列口 都是压住在整个转瘡水平下面 而大位… 就是… 不要说大人大户 你四千五百万 你乘回千万亿 十亿四二一十六 是… 是… 超级多个亿 我数不了了 都打得穿的话 即… 即… 就是… 即… 都穿了 那整个股票就… 基本上就… 是比较难做的 那700 好了 700现在呢… 还有个盘在那裡的 520 那… 但会不会看到那么远呢 那… 都是一个位来的 因为曾经都做过 好了 但现在呢… 一路去呢… 我试一下… 我只要把时间推回去之前先 我只是看最近这一个月都可以的 好了 这个呢… 就叫做掀刑 就是说呢… 刚才拉完两个月 你看不到那幅图的 这个也是… 即… 因为它就是在那儿缩了 被下面这个… 这个… 场外盘 压小了这个scale 其实你把它拉回呢… 看回这一个月呢… 我当你… 你想… 即… 做一个… 其实两件事配合的 你看到它有区间里面… 还行 好了… 看完资金位… 真实钱… 都是… 两个大的资金… 好… 一个很近的距离… 都很多… 那… 这些一定是还行价格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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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儿试下慢慢收下… 那你一定是… 拿一个底位去做的 即… 就是… 你明白意思吗? 反正你都是想着… 看它上升的话 那你当然… 看完资金支持它 問題… 就会这样可以判断到… 有没有一些特别股票 或者一个图上忙呢? 股票… 也行… 不过… 我刚刚讲了…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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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 我按到后面… 26… 26… 200终局人寿 拉了两个月… 拉了两个月… 看到一个在这里… 18元… 有个P字用对方… 好了… 我想做什么呢? 我把时间转走先 即是说… 他在这个位置 是先先 即是一早做了这两个大位 其实稍微是打了下去的 即是现在在18元这个位置 17元9 即18元这些位置 是稍微少少失手了 如果他一直长期都是压住在这里 连接他入内区 即是转仓水平的位置都穿的话 那是什么意思呢 升不穿阻力位 而且他再向下走的话 那他下跌的机率就会高 这些是比较数据化科学化的东西 我们讲话了 不是讲一些很fancy的东西 也不是很难看图 你只是近个日子 你就已经可以判断得到 可以吗 26 196 2196 不好意思 异仗 伏星 那你明显看到这个 这个就叫Support 那你已经有人会说了 这个 这个 日线还是小时 好像是日线 线右边 这个才是日线 刚刚那个小时 日线 有没有特别 日线 导演力量都是绿色的 不过每次收到很薄 抽上去的 在这个时间来说 每一次你看到 其实他都没有穿到那个 就是穿一点点 但不是说大跌那种 所以 近期来说明显这里 32元 Support 不漂亮的 走上去 但是你说问我 有没有位置 可以做到就32元 就是看到暂时的出科位 我没有Paki那么厉害 我只是看图 你给我看 他要做多只脚 如果我要升的话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41元 然后做了一个顶 然后这边 如果他列口一爆下 这边其实就是阻力 因为他出了一个岸 如果他再有一个 有一个gap down的话 这块就会顶住了 如果反过来说 他站得稳在这边 再捞上去 就还有一层 但是其实 你也是差的 因为你看过他前顶 然后这个反弹顶 也不过40元 这些就一定是差的 配合马亚Paki就是说 你看大户本路 你看到那些位置 其实不用想了 不是漂亮的 这种东西 比较我不会入 问多一两只 一两只就来 你说 9-6-8 他先来 我先夹去 9-6-8 我们现在好像拍卖 对了 谁开架 好 我们来到京东 我想就两个月 这里最多60日的data 如果你说从日线图看 那你这些列口就没有 因为日线图比较 是没有那么敏感的 在导演力量上边 因为他一定是 拉一个比较长线去看的 但是小视图呢 在这里呢 就看到他 列口完之后 他第二天已经补回了 立即补回了 但是他是站在转仓水平的上边的 OK 好了 而第二样东西呢 刚才我没有可以缩短的时间轴 看到其实他爆上去 就是他夹上去那时候 上到368元这个高位的时候 其实310和320 已经是一级级 就是下面有个大的资金 就是资金在下面了 有多大呢 就是不要停地看长短 就是看钱了 是不是 200万股 乘回309元 不少的 好了 那么一路去了 又回去 现在不是纯粹又 你看到呢 他去回这个位呢 你看到有阻线是长了 就是这个位 你留意这里 因为我将这条红线拿走先 好 10 好了 我再回回头 见到阻线之间有差不多位置 多了很多 一堆是涌出来 为什么不是上面 为什么是下面 因为它跌的时候 资金立刻冲坑出来 那你就有个感觉是市 就是这只股票 我不要说是市 去到310元是有够钱涌出来 对不对 那然后又如何 就抽回上去 所以你问我 现在就是直博率 基本上就 或者整个大位 关键位置放在这里 就是这样了 这个就是盘路的用法 股票 期货 期货那个就是期货盘路 那这里我不重复了 一样都有 那期货现在就是 刚刚说过了 26300这些位置 你见到它由 刚刚先先开初呢 是25600这里 列口完之后呢 这里是越来越大的 就在这个位置 我放大给大家看吧 263700和这里 263 就是这70点 100点之间 在这里拉脚的了 这个就是说 由5号 看到17号而已 对了 到今天 因为 现在要讲这件事 如果它 明天很简单 明天它就是高开 假设它跌下去 它打5263 暂时仍然有个支持 那你没得说 是分水量 打穿了就会看点了 其他位置就变成了支援 站不稳就抵抗了 是的 其实是废话一句 但问题是你懂不懂它看 是的 那是为什么我像这幅图 为什么要在这个区间做事 打了下来它上来 就变成了一个 抵抗的阻力 反过来它升上去下来 就变成了一个支援 就是刚才那些PowerPoint上讲的 所以有day trade 有day trade的做法 操作方法 中长线的 我就展示一下小时图 就不特别多讲了 行不行 那就是这里了 就是刚才那些什么指标 日内区间转仓水平 那就是很简单 一套工具 刚才连上 因为长时间有限 不能够进入太多 好吗 那我们请Kenny 可以补充一下 刚才的电话 大家加了没有 有没有 还有哪个 传个一字就可以了 那我们明天开始 就会给大家信息 那军团 我们有保持信息 还有军团所有的系统 我们都是用最简单 简单就是你很容易学 和操作得到 譬如我刚才那个已经不是最简单的 有些是我教了你之后 你会觉得是否这么简单就赢到钱 但是真的 我们所有的系统都有 proven record 证明是赚到钱才拿出来的 track record是段十年的backtesting 那大家 我们在whatsapp那里就长谈了 可以这个 谢谢 我还给你 还有还有 不好意思 这个真的漏了 非常紧张 这个我在training会讲的 转仓的 我不知道这个军团有没有用 但我自己会 经常跟客人讲的 一定要看的 就是在这里 林奇子转仓的那几天 哦 你说过 是 转了几天 是很重要的 我不可以说它100% 必然是爆上 好了 我想说什么呢 这里9月 其实不用18号看的 你由20多号开始 看到最结算的那天 你会发觉它 普通盘呢 刚才那些就 这些了 就是百几千几张 你会留意 它其实都有叫其他盘的 股票就叫场外盘 但其子就没有 全部都是在期货交易系统做 不过那个交易种类就 它叫做其他 就不是AB做的 但是这些呢 我们可以说 看到它的效果呢 就是通常你会见到 只有五千一张的 因为你九月 你看下月可以嘛 就是看人家做下去 下月那个仓 很容易理解这件事 对吧 好了 下面这里有个位 二三一六七 好了 这个呢 是九月份的 好了 我会怎么做呢 你很简单 你用小视图呢 你就在这里画两条水平线 二三一六七 我double cut条线 然后我把它转颜色 这些操作上的东西 我们可以很多 然后打些什么呢 十月转瘡 switch over 这些呢 你自己喜欢 就是我留了小小半个轻力 十月转瘡 我们较大一点这些字 something like that 粗体这些都可以的 那就很简单了 switch 或者october reach 出现了什么呢 这一日呢 很清晰的 打动橙色这个 才是棋子结算的那一日 但是刚才这个盘呢 它还没结算前那天 就已经摆了出来的了 就是刚才那个橙色这个 对吧 那你见到它之后 不跌的话呢 抽上去呢 其实你可以偷步在这些位置 有个初步有个盘段 是有个大的非自用备盘 是做了在底部的 但是这一日呢 我们都说一句 不会100% 如果那么容易 我们不用拦出来 就是自己躲起砂 对不对 好了 但是呢 都会有一句 分水靓的concept来的 这里譬如 去到十月了 十月尾 看到又有两个很大 三千张 这里是多少呢 24672 那我又去到画幅图了 24672 这里啦 大概啦 double cape 我又转另外一只颜色 线转粗一点 可能这个我就打Lovember了 可以不可以 好 那就弄大小一点字 粗体 好了 你看到它有趣的 就是 那个有效的准程度呢 是它针打下去的 对不对 好了 这个又怎么知道 被人夹上去 其实它有跌到的 你留意一下 其实它不是 它不是 做不到的 不过跌得小而已嘛 那怎么走上去 那以下就先投降 先避一避了先 不要硬来嘛 既然它站着 这只羊竹站上去 下一只只脚都站上去 之后就开始上了 其实有一些 其实都有一个分水量来的 找位 这个 你应该有参考 我补充两句很快 因为其实overrun了一些 我不想搞到大家这么晚 那第一件事 就 刚才Pucky说的那个位置 我们其实都有一个相类似的一个 的strategy 但是不是用旗子 我们用旗权 我们用旗权仓去数到差不多的东西 所以其实引证回 其实不是单一工具都可以做到 相乎相成效过 那我们都会有 我有夹过 就是我自己的方法 和它这个转仓的策略 有对过 是可以看到一些更加明显 更加清晰的 一些支持阻力的看法 另外我就想补充 Kenny那里一句 这两个星期的trial里面 其实大家是可以 不是局限问旗子的 股票 美股 甚至乎美期 照问 因为我都说了 我认识的是阴阳烛 我不是认识单一的 所以你们问我 我只会回答 好的 那我交给Paki 好了 没有了 那真是美声了 这些留下转零呢 我再说了 重点 好了 今天就如果朋友仔 刚刚刚讲了几样工具的 其实分别就是有选股 选股系统 有资金盘路 资金盘路就是看股票 期货盘路 就得期货了 好值得 刚才那些 一枝枝蓝色 橙色那种 好了 现在给你们 任执药 照单执药 如果你们全部都用完的 就是全功能的 就432元 加3-4百 就有势 刚才那个选股 看股票的 指标包起来的了 你选市第一个都有指标 对不对 就平均月费720元 你说选过 可能我暂时真的没有炒股票的 你不就只是选个 就是 基本月费 然后再加 资金款路 再加期货款路 那你就432加80加80 按一按计算机 600元而已 现在就给你们自己去收拾了 所以呢 如果你们全功能的 就送多一个月 如果你们这样选 很简单 432加80加80 或者你只加一个都可以 就是你只是抽期质 就是抽期质 但我觉得都离不开的 因为其实你们的成分股 都要看的 就是资金款路 资金款路都要看着大位的 刚刚好像他说 期质来着 都是看着那些重磅股 就是成分股重磅股 看着他们的走势下 所以这两个 我自己觉得都MARBLE 单独你看一下 选股那里 你喜欢刚才我刚刚初段的时候 说过一些 可以用一些技术指标 用我们的导音 在那个Market上面 自动帮你去选股 那你就要这个全功能就可以了 那半年六个月 好 那这个就是 今天整个 整个分享会的重点 好了 那这里呢 我特别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有兴趣呢 直接可以搜索这个KOR Code 就拿全功能的版本 如果你说想 要是自己选择的 自己选择的 就在外面有application form 申请表 你即场填 我们就可以立刻帮你处理了 明天就有用了 对不对 这个优惠就只限今天 如果你说之后那些 就没有送一个月了 就变了780元一个月 对不对 所以两个三个价钱 780元 600元 还有就是686元 他们有群组 他们会 搞不搞货情 要看他们自己 当然我们和他 有希望可以将来再夹 一些 他们炒旗子的货情 会不会搞货情 Alex 会 我先这样 这里可以分开两部分 我会在这里 我同事后面 Thomas会在这里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软件 还有月团方的那些 就直接可以找到我的同事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军团的内容 你可以先找到他再找到我 那我一定会留在大家的位置 好 好了 那我们今天先多谢 郑君和伯女掌 伯女掌不是在这里 也都OK了 我也说得不差 给点掌声鼓励一下我 Thank you 好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之后大家就自由活动 那是就可以做的了 如果没有特别做 好吗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谢大家今天时间 谢谢